来到泰式餐厅必点的月亮虾饼 餐饮门外和曾祁林采用润饼皮制作成冷冻包装 光是旺季就能卖到20万片 年轻蛋农林玉成采放木饲养鸡 还用野草蔬果增强机制抵抗力 让健康鸡产的蛋质地紧实没有腥味 从小在中华商场附近长大的黄艺亭 目睹当地的兴衰 她如何让中华路引商圈呈现全新样貌 请锁定本周日的台湾真善美 感谢观看